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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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没有任何人关心 更无人想起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才能够让她的能开心一点 接下来 一直到出院后 萧颖婆婆的心思都在两个孙子上面 从未管过萧颖 萧颖的老公除了给萧颖买一日三餐 其他菜也不管 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 再不然就是找还需要上班的借口 不弄面 还没出月子 萧颖就要自己洗衣服 收拾家里 就这样她的老公还嚷嚷着 我哥妈说 女人生孩子就是麻烦 这一下什么都干不了 饭都没人该做 萧颖跟我说 当初是自己追的她 再加上平时她太听话 什么都为她付出 让丈夫习以为常 本以为辛辛苦苦生小孩子 能得到她的善待 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对我好点 对这个家好点 但她的想法实在是太荒谬 就是这样的人 怎么会因为孩子的出生就能改变 从手术室出来之后 她的不管不问 她就该知道这种人不值得爱 你分什么时候 最能看一个男人 对你是不是真爱 一个是结婚时候 另一个就是生孩子的时候 萧颖出院子之后 顶着全家人的不解 侮辱骂选择了离婚 连走时 丈夫还在骂她 说她矫情 不就是没守着她 也没像个奴隶一样照顾她吗 也不至于到离婚的地步 这个当妈子也是很新 宁愿跑下一个孩子 萧颖从住中起就没了父母 独身一人打拼大半生 我明白她如今那种所托非人的痛苦 也明白把一个儿子留在婆家的无奈 但是在这样一个家 面对一个永远需要自己照顾 替她擦屁股的丈夫 她宁愿选择独自承受 起码痛苦不用承担双倍 更少些人为制造的风雨 男人们永远不了解怀胎十月的感受 更不了解生产时候的痛苦 她们觉得这不是她们的事情 是女人本来就要承受这些 为自己生孩子哪里需要这么多怨言 发小消瘾的遭遇不是更利 同时丽香的遭遇同样让人唏嘘 丽香怀孕之前跟我们说 打算怀上就辞职在家好好休养 但当她怀上的时候 婆婆来了 每天用自己的方式逼迫丽香干活 话里话外旋起着还没有显怀 怎么就不去赚钱 别人家的儿媳妇怀孕八个月还在上班 丽香凭什么在家吃闲饭 若真想在家 多干干活好了 临死拖地 扫地 擦玻璃 一休息就引来一阵埋怨 跟老公诉苦 老公让她让着点他妈 再说都干活对生孩子也有好处 丽香一气之下 又回来上了班 快生的时候 丽香的情绪一直不是很高 她说婆婆找熟人灿烂男女 是个女孩 就一直变本家里的数落她 被要逼她一定要顺产 好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她生个孙子 丽香没顺了婆婆的心意 是偷妇产 气急的婆婆回了老家 而这时候丽香的老公 怕自己妈妈出事 追妈妈追到了老家 丽香被退出来时 只有我们这几个同事 刚生出来的男宝宝被随后赶来的丽香的亲妈妈抱着 听说后来丽香的婆婆跟丽香道歉 咒骂那个亲戚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丽香冷 哼一声 选择了离婚 当我们忍着下体肆虐 工作 侧牵 头腹肠疼痛生下孩子 最希望看到了的就是老公的关心和疼爱 当男人轻视 莫不关心 甚至连在产房外等待的耐心都没有 那时候对婚姻全是绝望和失望 当所谓的爱人对我们的生死置之度外 还如何能够携手一生 产房外就是一个小的世界 他能让我们看清楚人性 也能让我们看清身边这个人 只不值得我们用生命去陪伴 如果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你 却在你生孩子的时候无故缺席 莫不关心 那这个人真的不值得我们用生命去爱 即是只损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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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